接下來我們要來把這個結果run一下好了 應該沒問題啦 run的話就清楚 這個地方執行一下 有沒有 不過這邊好像格式化 因為格式化我們剛剛加了 所以它變成只要把那個資料換掉 有沒有 這邊不見了 它就會變成出錯了 所以我們乾脆直接把那個 設定格式化這條件 把它清掉好了 不然的話它一直出一些狀況 選取這張工作表 有沒有 這邊可以找到把它刪掉好了 OK 所以設定格式化你可以管理一下 它選取就選目前這一個把它刪除 OK 那再來的話把它再執行 當然你未來可以在旁邊加按鈕 所以我們未來其實把這兩個加上按鈕 放旁邊這樣子感覺就還蠻OK的 清除再把它執行輸出 還蠻快的 那其實這個很簡單 其實意思就是把公式 直接再丟回去指定的這個範圍 跑一個回圈就可以了 那當然我有問那個CHARGB CHARGB也會寫出來 就是說它寫出來的程式 你們看雲端上 它也會哇給一大堆 我覺得反而會對你程式的了解 會有妨礙啦 OK 那除非說你已經寫得很熟了 像我一看我知道 那當然如果你完全沒學過程式的人 直接看程式 你會覺得哇怎麼這麼複雜 會覺得好像是可以跑得出來 那問題還是不知道 怎麼樣可以做一些程式的精簡 OK 那當然剛剛同學有提到 清除 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改 改成什麼 改成RANGE B2 有沒有 到1的43 有沒有 等於雙一號 所以喔 因為你會發現清除 這樣寫的話有個缺點 就是它會是怎麼樣 一個一個清喔 所以我按F8好了 F8有沒有 它會清一個有沒有 再清下一個 它是這樣清的 所以變成說 喔 那當然因為現在電腦還是算快 所以以前的電腦還跑很慢 慢動作 发发发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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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如果你清很大的範圍 它越清越慢 越清越慢 怎麼會 還沒清完 OK 光一個清除就清很久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程式 一般的話會把它改成RANGE 不過理論上我改之前 我會習慣先不要刪掉它 因為刪掉它 我沒得參考 所以一般習慣會把它當著解 註解的話我前面講過就單引號 加單引號 可是這邊有總共六個單引號要加 它會有點懶的 所以我推薦各位可以在工具列上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編輯的工具列 你把它點擊 這個工具列你可以把它放到這邊的下面 那這邊就有一個功能就是使程式變為註解 當然旁邊有一個恢復 使註解還原為程式 那就是當你要改寫程式的時候 如果你不確定你改完之後是不是會work正確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先把它註解起來 註解的話 等到你確定要把它恢復很簡單 再把它選起來恢復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必要一定要會 因為沒有這個感覺好像很麻煩 你自己要打單引號這個打六個 你可以在下面改一下 先註解掉之後把它改一下 應該會把range應該是b2 冒號到1的43 記得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等於這個這樣就OK了 range這個範圍一樣給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就執行一次 它一次就清空就對了 OK B1這邊好像沒打 B1 B2 然後執行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速度很快 一下就清空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範圍很大 我建議不要跑上面這個 因為真的跑到慢動作 太慢了 但是底下這個就不行 除非底下這個是做一樣的事情 不然如果做不一樣 因為四個欄位做的工程都不一樣 你不可能用range range是一樣做一樣的事情就可以 OK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再來就要思考下一個 就是什麼 把那個前七名的那個顏色底色 就是跟剛剛新增格式化條件 做出一樣的效果的話 還有啦 有一個是格式化條件做不出來 但是程式可以的 那我要改 我們先做剛剛這個儲存的格式的部分 那寫的話也蠻簡單的 如果你要寫那個格式化 你乾脆先打一個sub 然後後面名稱叫格式化 直接Enter就好了 Enter之後的話 它後面這些都會自己產生 那再來的話 因為一樣要跑回圈 因為我要格式化就要先判斷 所以我要判斷的範圍一樣 從第二列到第43列 所以這個可以拿來用 有沒有上面寫過的 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Enter兩下 自己打NAS好了 然後要做什麼呢 這裡的話其實要判斷 所以請你在付回圈裡面按個TAB鍵 判斷是自己寫一幅 如果什麼條件 如果哪個儲存格 依然對不對 這個嘛 所以其實它敘述的方法就是像這樣 Sales ID的依然 所以它這個i會是先2 所以12儲存格的資料 那條件就是當它小於等於7的時候 有沒有 空一格 然後做什麼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也就是說 反正有if 習慣上就加一個ENDIF 有FOR就有NAS 所以你要一對一對的 總不會 所以少一個記得就把它加上就對了 那條件的話就在這裡 意思是依然的這些 從2到43 一個一個幫我做比對 那如果我為True的時候 如果4小於等於7的話 那做什麼事 幫我把同一列 同一列的話就i 同一樣的a欄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複製 同一列的a欄怎麼改 就把e改成a不就好了 這個叫同一列的a欄 底色的話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叫Interior Interior Interior OK Interior這個 Interior其實是底部的 顏色的話叫Color 底部的顏色 那我是建議你打字的時候 你可以打小寫 為什麼 因為你移開如果 假設i跟c沒有變大寫 表示你字拼錯 我移開看看好了 有沒有 i變大寫 c也變大寫 那表示我們字沒打錯 如果你移開 奇怪老師為什麼移開還是小寫 為什麼 字打錯了嘛 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避免寫錯的方式 那以後顏色的話 VBA記得有個函數叫RGB RGB R應該知道吧 紅色 瓜糊後面的話就是給三個顏色 分別最大就是25 最小是0 等於是8位元 2的8次方的意思 所以它可以變化出 紅色有256種的紅色 綠也是一樣 藍也 所以全部偷偷加起來 我記得好像是1000多萬種顏色吧 OK 那這個我們如果要黃色的話 黃色怎麼加 黃色其實就是 黃色配綠色吧 我記得 255 豆點255 豆點0 或瓜糊 好 這樣子的話呢 就指的是黃色 不過你說老師你怎麼會知道這個黃色 跟各位講 如果未來你假設不知道顏色 有個簡單 常用不是油漆筒對不對 其他色彩 你選個黃色 再選擇製定 這邊不是有R G B 255 255 0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不要黃的啦 你要別的顏色啦 隨便你點一個好了 這邊不是有顏色 RGB 你把這數字填上去就是這個顏色啦 應該知道這意思吧 只是說我們不要那麼複雜啦 我們現在不是上美術課 我們反正就是只是簡單的顏色就好了 黃色 255 255 0這樣子 OK 那你說老師我淺黃色怎麼辦 你把他往上調嗎 有沒有發現 如果藍色多一點的話 有沒有 那他就變淺了 所以要多淺喔 如果你記不起來 你剛才這邊加個100算了 100大概這個淺 50的話 50好像很淺 我跟你講50 沒有耶 50好像變得有點亮 好啦 反正這自己去調好了 這個不是我們上課的重點 重點就是這個黃色調的出來就好了 OK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自己再去變個顏色啦 我覺得這樣還滿好玩的 你可以做很鮮豔的顏色 好 最後跑跑看 執行看看 有沒有發現 出來了有沒有 那如果你假設要把顏色拿掉的話 所以這邊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這邊叫格式化清除 所以有加上去就可以把它清除掉 那清除怎麼清除呢 其實把它變白的就好了 兩個方法啦 一個是把它變白的 一個是把它變成沒顏色 如果白的話就是RGB多少 000就黑的 如果你000全部黑 252525啦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執行一下 有沒有 通通變白的 不過啦 跟各位講 白的其實也不算完全正確 但也看不出來 如果你不挑吹毛求吃的話 其實這樣是可以 但是比較標準的是 無填滿 其實應該是這樣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常用油漆桶有沒有 它有個無填滿 它有個白的有沒有 也有一個無填滿 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雖然眼睛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你要真正追求正確的話 無填滿 程式裡面呢 它叫做沒有顏色 就Exit 開頭的話因為Excel的縮寫是Exit 後面加一個None 這個的話就無填滿 這個的話就無填滿 的意思 OK ExcelNone 那我們就執行 所以這個執行 它就有了 這個執行 它就沒有了 不過啦 清楚的話其實有同學說 老師那其實清楚不用 因為清楚有的時候 不知道哪一個 你就加條件的話 所以其實比較嚴謹的 應該是怎麼樣 把那個if跟andif拿掉 反正全部都幫我把顏色拿掉 這樣不就OK了 那甚至啦 如果你看到這樣 你甚至說 老師那我剛才用range不就好了 對沒錯嘛 你用range 什麼呢 A2 冒號 A43 的什麼呢 interview 所以這個如果假設 你要把它改成那個什麼 range的話 可不可以 可以喔 改的方法 其實就是把什麼呢 把這邊 所以 偷懶一下 拿這個來改 應該比較快 這個 直接複製過來 然後這邊改成A2 這邊改成A43 後面的話 加這個就可以了 其實意思就是說 range這個範圍的所有的底色 都變成沒有顏色 這樣應該更精確啦 只是說 如果你剛開始 不想要用那麼複雜 反正你用 就是全部清 這個我看一下執行一樣 OK 沒問題 而且這反而更快 所以格式化 格式化清楚 重點來了 剛剛有同學說 老師那剛剛如果一整列的話 怎麼辦 欸 一整列 那應該改哪裡呢 改這裡 有沒有 剛剛那是一個儲存格 對不對 可是你說老師 我要怎麼樣 怎麼樣把那個 一個儲存格 把它改成一列 欸 這個就 有點意思了 那 這個地方喔 因為有五個儲存格嘛 五個儲存格就是一個範圍 所以這個地方 你必須要把它改成一個Rain 那Rain 那Rain 你說老師那如果用Rain 的話應該是什麼 欸 有兩個 欸 這個地方可能要變一下 有沒有 這個A A到 E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它的列都要一樣 所以後面這兩個 可以把它改成一個變數 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至於怎麼改 可以試試看 如果不行 我待會再改給各位看一下 OK 試一下 格式化 格式化清楚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程式不多啦 只是說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就是自己多 嗯 試著寫寫看 那以後如果你在搭配 TrackGPT 我覺得 你會比較踏實一點 你會比較知道說 TrackGPT給你的程式喔 你要如何去拿來跟你自己想要寫的搭配 當成範本來修改 好